整个伊朗这将近200枚的弹道飞弹 中程的飞弹攻击以色列 到底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据传说中 只有一枚飞弹还不是炸死 是它的脱落的外壳 砸死了一个巴勒斯坦 砸死了一个巴勒斯坦人 怎么回事我们来看 伊朗攻击以色列的飞弹 使用的是流星三型 流星三型是什么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流星三型是唯一打得到的 这一款应该叫秀肌肉 从残骸看来 伊朗确实使用了弹道飞弹 而弹道飞弹比普通的巡异飞弹 更快速而且精准的击中目标 并构成了伊朗大部分的 远程打击的能力 就是要让伊朗打远程的 要越过1000公里以上 但是伊朗现有的飞弹 大家可以看 流星一型 征服者 斟主之舰 还有奇阿姆一型 这一些都不算是 能够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射程 唯有流星三型 它的射程 距伊朗的深圈 可以到达2000公里 可是伊朗跟以色列 光是直线距离超过1300公里 所以这么多的弹道飞弹里面 极有可能只有流星三型 可以直接从伊朗的本土 直接攻击到以色列的本土 因为距离就是这么远 那么其他的呢 只是打烟火吗 伊朗的200枚的导弹 为什么只有砸死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呢 这个据报导 以色列战争 一个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不幸被伊朗的导弹的残骸打中而死亡 还有身份证 表示不假 这一名巴勒斯坦人 不是死于爆炸中 因为他看到了导弹坠落而身亡 因为当时旁边的人说 他正在庆祝伊朗对以色列攻击 在庆祝的同时 他就被掉下来的炮弹 这个飞弹的残骸 脱离的残骸 给砸中死亡 这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吗 那么伊朗的这枚飞弹是什么 是法塔赫一型 超高音速的一个导弹 飞得非常快 射程有1400公里 因为它有两极的固体燃料 它必须会脱掉 把燃料管可以脱掉 最后它的速度是13到15马赫 非常的快 弹头有一个固体燃料 动力型的发动机 带有可以移动的喷嘴 使它的弹头可以提高自身的速度 并且能够向多方向移动 但是但是但是 它并没有精准的击中 它要打的目标 反而是它的残骸 打中了一个巴勒斯坦人 所以这位巴勒斯坦人 却被飞弹的残骸砸死 而不是被飞弹的爆炸 给杀害 所以说才说这一次的攻击 真的是嗅肌肉 真的是跟以色列说 我也有飞弹可以飞这么远 就此而已 但是有没有效果 因为以色列 它拦截伊朗的飞弹 它拦截得非常精准 几乎几乎 95%以上都被拦截掉 为什么呢 因为肯花钱 一个晚上就烧掉将近台币429亿 怎么防的 怎么守的 怎么拦的 我来跟大家介绍 它分为一二三层 第一层就是我们通常最清楚 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冲系统 它是负责第一空的拦截 它主要的射程是4到70公里 它的高度10公里 这是重点 它是针对10公里以内的 这个射程的火箭或者是飞弹来做拦截 这样来做 这等于算是最终一板的拦截 它要最密 它要最周全 因为它是最后一道防线 那再向上推 中层的 中间的阶层 防护网的第二层 叫做大卫弹弓 这个飞弹 它的拦截射程是100到300公里 飞行高度在15公里以下 等于说15公里以下的防护罩 由它来建立 那么它也可以跟美国 同样共同来做一个联合的研发 最后再能做拦截 它除了拦飞弹之外 可以拦无人机 可以拦无人机 或者行翼飞弹 它都拦得住 所以它是中层的拦截 15公里以下 一枚多少 新台币 857.6万元 一枚 那么最外层的 箭二箭三型的这种防卫 防空的这种飞弹 它的整个范围是大气层的交界点 就大气层的交界点 我把很多的弹道飞弹 在准备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我就把它拦截掉 所以这是最高层的一个拦截方式 它的造价也不菲 一枚新台币 三千万元 一枚叫三千万元 所以它要拦截 从大气层外 进入大气层的弹道飞弹 因此 它的研发状况 除了卫星导航 更必须跟美国的军火厂商 来密切的配合 所以说 美国前参谋本部的顾问就讲 他说 这一个拦截 大家觉得非常精准 相当的安全 可是 他所费不支 他整个 整个一个晚上 光是这个防空防卫的行动 他所喷掉的 这个所谓的军需物资 用金钱来换算 428.8亿台币 光是一个晚上 我要维护以色列空中的安全 拦截这将近200枚的导弹 花了428亿的台币 所以国防便不便宜 安全便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非常的烧钱